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放网你退你又杀 你杀完你又往前封 那要你搭档干嘛 对吧 你要克服以我为主的这个思想 我打完网之后 我要学会去往前去封网 把这个进攻机会让给我的搭档 给我的搭档做好服务 要有这个理念去打双打 你才会进步 你才会受大家的喜欢 你不能又自己封 又自己杀 再封再杀 全都你一个人打 那就不要打双打 那我们来开始竞争教学 看一下 今天绝对会让你有很多收获哦 开始吧 我还是先让我的小伙伴演示一下 双打当中经常出现的挡网不上的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很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套路当中 对方打了中半场 后场这个人挡网网之后 他不冲 他不冲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他一挡网 他一旦不冲 人家看你不过来封网 人家回放一个 那你是不是这一次进攻机会 你就拱手让给别人了 在这个视频里面 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本来是一个很优势 很流畅的一个球 就是因为中半场出现了一个软挡不上 对方回放了一个 最后被打死 正常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出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克服以我为主的想法 就是我挡网之后 我要自己杀 这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不管是我和搭档谁挡网这个球 我们都需要往前去冲一下 给对手压迫感 逼迫对手起球 然后给我的搭档创造进攻 千万不要中半场挡网之后 站在后面不动 千万不要站在后面不动 千万不要站在后面不动 我说三遍 挡网之后中半场一定要记得去往前封网 跟上去拍子拿起来 给你的搭档创造进攻机会 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第二个球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在很流畅的进攻当中 有一个中半场的球 我不好杀 但是呢 我可以掉 对吧 掉完球之后 我们应该去干什么 我们还是应该跟前面一样去往前封网 但是呢 你看这个球 因为掉完球之后站中间等 等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想对方起球给我 我要杀呀 你不能这样想 如果要杀 那你队友也可以杀呀 你应该做的是去往前 把往前看好 防止人家回放 然后给你的搭档创造进攻机会 切记不能以我为主的思想 就是我自己挡自己掉自己杀 然后那你的搭档就没事做了 对吧 那我们需要在中半场的软档处理之后 一定要记得拿着拍子往前跟上 然后去把往前封好 给搭档创造进攻机会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的做法 那正确的做法这个球就是这样子 挡往往之后去往前封网 对方会起球 你的搭档去进攻 你在做封网 达到一个一直保持连贯下压的效果 现在再来第三个情况 就是在揭发的时候 大家放往往站在原地不动或者是回中 这个是特别特别忌讳的 大家看了这个球 本来有很多个机会都可以把对方扑死 但是就是因为他放往往之后没有上去 一直回中 导致对方一直有机会去来做你的往前球 然后最后起球被别人打死 这种情况 我在业余爱好者身上真的是屡见不鞋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是接完发之后 跟着球重心营仗去把拍子拿起来 告诉对方 你不准打往前 你打往前就扑死你 逼迫对方起后场 给自己的搭档创造进攻 今天这三种情况 全部都是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打法 就是自己想放 又想杀 又想挑 那不可能 一定要记住 做一个优秀的二传手 我觉得比当一个重发手有趣的多 而且你会有很多朋友 大家记住 在挡往往之后 中办场往前都需要去往前去跟 看住往前 把这一点做好了 你的双打可以算是说可以入门了 今天这个双打的控网教学 我所举例的三个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估计80%的双打球员肯定都会中枪的 对吧 还是要克服以我为主的这个心态 不要老子自己杀自己疯自己挡自己挡自己动 对吧 我们要有一个服务好搭档的这种感觉 就是当一个优秀的二传手 那二传手里面做得很好的 张兰 蔡云 都不错 对吧 大家可以学习他们的这种处理双打的方法 然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晨大神 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羽毛球内容 更多的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阳晨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